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眼波 摩仙 摩力 第151章 一巴掌 轻轻的话 让苏一眉头微皱 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知里察觉到气氛不对 连忙笑道 苏公子 你这是打算带查景姑娘一起来 离开 不错 苏一点头 周知里本来是随口一问 却没曾想 却竟得到了苏一肯定的答案 不仅也正主 这是石髓之位 打算把查景收了 不舍得 苏一饶有兴趣道 周知里脸色微僵 勉强笑道 苏公子喜欢就好 查景姑娘能跟在公子身边服侍 也是莫大的福分 他目光看向查景 思想从他神色间看到些许抗拒和犹豫 谁曾想 查景眉目间却尽是公顺 清金冷哼 一个一休罢了 终究摆脱不了被男人玩弄的命运 查景带眉微醋 玄机民嘴轻笑道 清金姑娘 我怎么听你的话有点酸似的味道 若不是妒忌 清金有些不悦 仍然道 谁妒忌 我会妒忌你一个命运不由己的一休 他可不是一休 论出身并不比你差 苏一淡然道 清心一正 明显不相信 道 你那他和我比 这未免也太可笑 苏一对查景道 你来告诉他们 查景略意失忆 玄机深呼吸一口气 眼神傲然道 我真实的身份是大卫八大郡王之一 沈长空嫡女 大卫第一圣地越伦宗内门弟子 清金姑娘觉得 我够不够资格和你比一比 此话已出 全场一计 你是大卫的人 周之力吃惊 难以置信 大卫和大周常年征战 互为仇敌 关系极差 谁能想到 查景竟来自大卫 并且身份还极为特殊 月轮宗内门弟子 清金玉蓉变幻 也都有些错愕 一个月轮宗内门弟子 怎会伪装成一计 出现在这里 你以前接近我 竟然是别有企图 周之力脸色难看 以前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凭风采 获得了查景青睐 谁曾想 事事竟如此残酷 六殿下 这件事你该怪你 那位二哥 若不是他下令 真以为我愿意跟你接触 查景眼神冷淡 眉目间隐隐 静带着一丝不屑 周之力备受打击 脸色都阴沉下来 你堂堂月轮宗内门传人 却效命于二皇子 怕也是憋有用心吧 清静冷冷道 查景坦然道 不错 这一刻 他不再伪装和掩饰 也不必再辛苦扮演一个一击 一切言辞发乎于心 竟感觉无比的痛快和轻松 张度他们都警惕起来 神色不善 对他们而言 来自大魏的查景 此刻就是个人仁德而诸之的敌人 苏公子 能否将此女交由我来处置 清静如刀锋般的美眸泛 及冷冽光泽 苏义不禁笑起来 道 你不觉得你这请求很过分 清静睁大眼睛 不解道 过分 他可是大魏的奸细 且潜藏于二皇子身边 还是独接近六皇子 明显是包藏祸心啊 苏义笑容变得冷淡 眉头微皱 道 你不是自诩修行之辈 不理世俗之事 却为何现在变了态度 清静神色一致 一时雨色 查景清声道 公子 原因很简单 大洲乾隆建宗 一直视我越伦宗为仇敌 清静作为其门下传人 自然也就看我不顺眼 清静脑道 这里哪有你一个奸细说话的份 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 他气势灵力 浑身杀鸡涌动 够了 苏义眼神变得冷冽下来 清静怒道 苏义 你这是要包庇他 也或者是色令置婚 被这贱人蒙蔽了心神 啪 一记耳光抽在他那惊艳绝俗的脸庞上 留下一个烟红的五指痕迹 全场一记 连清静都愣住 难以置信地看向苏义 他完全没想到 苏义竟会抽自己 记清楚了 他现在是我身边的一名侍女 我才懒得管他是什么身份 苏义眼神淡漠 念在我们还算有点交情的份上 这次我不与你计较那么多 可若再得寸进尺 别怪我苏某人翻脸不认人 清金焦躯颤抖 俏脸清白交加 内心有羞愤 有憋闷 有不解 也有说不出的失落 他完全没想到 为了查紧 苏义竟会打大耳光 这滋味 是他从前根本不曾体会过的 一时间脑袋都有些空白 周知里和张舵等人 早已被这一幕惊到 面面相去 就是查紧自己 都很意外 这 算不算苏义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他就不怕因此彻底得罪乾隆剑宗 得罪六皇子 查紧内心也是潮起潮落 难以平静 他忽地发现 自己竟隐隐有些窃喜和开心 这感觉让他自己都有些证然 怎么会这样 苏义可没想那么多 大狗还要看主人 更何况查紧如今对他还有用 岂可能拱手相让 当然 真正让他不爽的是青金的态度 刚才见面时就冷不丁嘲讽自己一句 现在静还敢得寸进尺 真当自己脾气很好 他目光看向周知里 你呢 是否要因为查紧 是我为敌 周知里吓了一跳 斟酌道 苏公子将查紧留在身边 必然是大有深意 对我而言也等于身边少了一个隐患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公子才对 面对苏义那淡漠的目光 也让这位六殿下感到了极大压力 回答得还算不错 苏义点了点头 拦得再带下去 静止朝远出行去 查紧连忙紧随其后 也对 他连我越伦宗都不放眼里 又哪会在乎千龙进宗和这位六皇子了 看着身前那一道奇长俊拔的身影 查紧一失也感慨万千 被那般屈辱的镇压和设服 他本该无比痛恨苏义的 可不知怎地 经历了刚才那一场风波 确定让他内心的怨恨消散了少许 甚至还隐隐产生了一丝窃喜 这让他陷入无比的苦恼和挣扎中 而目送苏义和查紧离去 周知里长松一口气 浑身都一阵轻松 不过当看到一语不发的清金时 他心中一揪 连忙道 师叔您没事吧 清金眼神冰冷 木然道 他打了我一巴掌 你说我有事没事 周知里苦涩道 师叔 我也没想到 所以他会这般无情 为了一个查紧 都不惜和你撕破脸 旋即 他深呼吸一口气 道 不过你放心 等以后我登临皇位 定会给师叔讨一个公道 清金冷笑道 他今年才十七岁 才仅仅聚气境修为 却杀宗师如杀鸡取卵 当你真有机会登临皇位时 他怕是早已在修行路上冠决天下 你还如何讨要公道 这 周知里语色 看着他那局促的模样 轻心一阵摇头 一兴阑山道 走吧 我不想再留在这云河郡城了 以后更不想再见到他苏义一面 说到最后 不免带上一抹抑制不住的愤恨 行 我们明日就起程前往滚州城 周知里连忙拍胸脱大应 走出浪桃沙大门 苏义采呼地响起 黄千钧还没有出来 罢了 不等他了 或许他正在兴头上 现在叫他走 未免败姓 苏义身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自然清楚 在这种时候 不宜去大沙风景 你会驾驭马车吗 苏义问 查锦一单 连忙道 会 苏义静止走上马车 懒洋洋依靠在那 吩咐道 回葫芦巷巷子 查锦 下一刻 他就轻咬鹰唇 充当骑马夫的角色 束手牵着江绳 驾驭马车而去 一路上 不知引起多少错 惊艳的目光 更不知有多少男人 心碎的声音响起 大概是想不明白 哪个混账东西 竟让如此娇媚的绝代家人 干骑马夫的事情 简直就该千刀万剐 对查锦而言 这也是以前 从不曾有过的体验 毕竟作为 岳伦宗内门弟子 且还是大魏一位 郡王的嫡女 他也是精致欲业 锦衣玉食 自有接触的事情 哪可能会和 驾驭马车 扯上关系 可偏偏的 在苏义眼中 让他驾驭马车 似乎也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 看来 他是真把我当侍女 使唤了 查锦内心 悠悠一叹 莫名的复杂 若让自己父亲 师尊 亲友 同门们看到 他们该做何感想 苏义却浑然 没有什么反应 直至抵达 周安小居 他又懒散地 躺在了 凉亭内的藤椅中 没办法 不修炼的时候 他一向很懒 你会端着倒水 洗衣做饭吗 苏义问 查锦内心苦笑 果然 自己在他眼中 已沦落到丫鬟小丝的地步了 想了想 查锦低声道 我以前虽没做过 但可以学 苏义不禁暗暗点头 这态度倒也值得称许 他吩咐道 明天开始 你负责为我洗衣叠背 断茶倒水 闲暇时候 就清扫庭院 修剪花草 至于其他时间 你可以自己支配 查锦头皮都一阵发麻 这是打算让自己一个人负责全部的所谢杂事 他小心翼翼问道 公子 为何不请一些婢女小丝呢 苏义抬头看了他一眼 道 觉得委屈 查锦连忙摇头 他就是委屈 又哪敢说出来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眼波 魔仙 魔力 第152章 男儿表率群凯模 苏义轻声道 我这里很危险 不适合普通人在此 夜色已深沉 往日里 方小峰会在此和他对应 方小然会在一旁乖巧地侦查到水 黄乾峻会当个本根烘托气氛 可惜 明天之后 连黄乾峻也将和自己分开了 原因何在 所处境况不同 让各自的追求也变得不一样 人生俱散 大抵如此 查锦则正住了 万没想到 苏义这等淡漠冷酷之人 之所以不请婢女小厮释放 竟是因为在乎那些普通人的安危 这个答案 甚至带给他内心极大的冲击 他隐约感觉似看懂了苏义一切 却又愈发感觉看不懂了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苏义想了想 拿出两株灵药 道 去把这两株玉子雪餐煲汤 等黄乾峻回来 就给他喝了 说着 他已起身返回房间 查锦张嘴刚要询问自己今晚住哪里 可最终还是忍住 在他眼中 自己就是个侍女 哪可能在乎自己在哪里过夜 更何况 他没有受性大发 让自己去施寝就已值得万分庆幸了 查锦想到这 叫脸微微发烫 转身去找厨房了 哦 该如何煲汤呢 查锦有点犯愁 他从小被人服侍 即便是潜入大洲境内半成一计 一施住行也都有人侍奉着 哪可能会煲汤了 煲汤而已 难道还能比修行更难 更何况 又不是苏义喝的 就是做得难喝一些也没什么 查锦按道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厨房中渐渐飘出一阵焦糊味 紧跟着砰的一声 似有物品炸开 发生了河事 苏义第一时间重来 还以为有嫡系 可当看清厨房中的景象 陈角顿时不易察觉地抽出了一下 就见浓烟滚滚中 一个瓦罐四分五裂 汤汁四仨 查锦则像做错事的孩子 捏着衣角 神色善善 那原本明媚娇艳的白鸡脸蛋 都被熏出灰痕 满身烟火味 水灵灵的大眼睛 写满了忐忑和羞奶 公子 我 查锦手足无措 刚要解释 苏义已摇头道 你还是别鼓道了 我担心厨房被你拆了 转身而去 查锦呆呆正了片刻 呼得一咬被吃 包汤而已 我就不信做不好了 不过现在 他不敢再尝试 唯恐再惊扰到苏义了 走出厨房 查锦顾不得其他 先去洗漱 可尴尬地发现 自己却不知该如何从水井中取水 湿了很多次 好不容易终于打出足够的水 却又猛地发现 自己好像没有洗漱梳妆之物 当个侍女也太难了 查锦苦笑 只觉内心涌起说不出的挫败 以前的我 终归是太顺了 一旦跌入低谷 完全就无法适从 怪不得师尊常说 唯有真正的入室修行 才能领会到人事百态的酸辛苦辣 查锦一个人坐在凉亭中 正正发呆 诗人点滴流逝 浪逃杀 黄乾峻走出阁楼时 被冷风一吹 浑身都一个哆嗦 黄兄弟 今晚的安排可满意 袁洛宇笑呵呵跟在身边 眼神透着野鱼 此刻的黄乾峻 给人一种不胜虚弱之感 脸色发白 眼圈发黑 脖子上还留着一个个飞红唇印 行走时 两腿都止不住地在打仗 就像过度操劳被榨干了身体似的 还行吧 黄乾峻深呼吸一口气 故作云淡风轻 不就是一夜连狱十三个美娇娘吗 干就完了 冤落于钦佩地挑起大拇指 道 正常人一个都消受不了 也只有黄兄弟这等天赋一领之辈 才能杀出如此标柄战绩 足可当得上是我被男儿的楷模 黄乾峻没好气道 行了 我知道你在看笑话 今晚把我折腾成这样 袁少你可真够狠的 若我以后对女人不感兴趣 说不准会找你好好聊聊 袁洛宇大警惕道 我把你当好兄弟 你可不能对我享肉非非了 嘿 黄乾峻翻了个白眼 老子才不会干出这等强人所难的事情 正说着 他脚下一个猎牵 差点燃倒 袁洛宇连忙搀扶起这个被榨干的燃脚下 道 兄弟 还是让我送你回家吧 说着 就朝远处行去 对了 苏格他 黄乾峻呼得想起了苏毅 原本身体就发虚 现在心也虚了 我问过方秀夫人了 苏先生从六殿下手中横刀夺案 疑似是直接把查警给彻底降服了 说到这 袁洛宇不由生出高山扬直的感慨 瞧瞧苏先生 连六殿下看上的女人都敢抢 硬是了得 不会吧 黄乾峻错愕 苏格怎可能是贪图美色的人 他此来当时报仇才对 什么不会 苏先生都已把查警带走了 以后就是苏先生的身边人了 说到这 袁洛宇提醒道 黄兄弟 你可要记住不能对查警再生出什么想法了 女色这种事最容易惹出大祸患 什么叫红颜祸水 你该比我更清楚 行的 我明天就要去从军入伍了 哪可能还有心思想这些 黄乾峻没好气道 那就行 哥哥我也是担心你态色 以至于害了自己 袁洛宇点头道 黄乾峻顿时心生暖意 道 袁少 我没想到你竟也这般心细如发 以后咱们兄弟俩再聚聚 到时候我请你玩 袁洛宇笑秘秘道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两人苟肩搭背 不是兄弟 圣子兄弟 男人的友谊 就是这般简单 走出浪刀沙 袁洛宇亲自骑马 载着黄乾峻返回葫芦巷子 直至将黄乾峻送到桌安小区前 袁洛宇才告辞而去 深夜时分 凉风吹灭 黄乾峻一身酒气也清醒大半 小心翼翼倾扣庭院大门 苏哥 我回来了 您若不方便 我可以翻墙 枝雅 房门开了 露出一张沾满灰尘的俏脸 黄乾峻吓了一跳 当辩认出是茶锦时 这才松口气 道 是茶锦姑娘 你没陪在苏哥身边 他本来还以为 茶锦怕是早已在给苏翼暖被窝呢 谁曾想 却并不是这么回事 黄公子可总算回来了 茶锦批了黄乾峻一眼 道 我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你 黄乾峻连忙道 请教不敢当 有事您直说 他下意识想起了袁洛宇的叮嘱 把茶锦当做了苏翼的女人 言辞也变得客气中带着三分镜色 黄公子想多了 我现在只是个侍女 需要洗一碟被 断茶倒水 修建草木 清扫庭院 总之 从今以后 一切所谢杂事都会由我来做 茶锦轻声道 黄乾峻对他恭敬 他可不甘坦然受之了 侍女 不瞒您说 能给苏哥当侍女 绝对是莫大的福分 黄乾峻笑呵呵道 他又哪可能真把茶锦当侍女 总之把她视作苏哥身边人就对了 福分 那是你不知道我是如何臣服的 茶锦心绪一阵低沉 接下来 他将黄乾峻迎进庭院 开始问津起各种事情 比如洗漱书装 织物在哪里 自己又该住在哪个房间 每日的餐食该如何解决等等 黄乾峻都不禁愣住 苏哥似乎真的是把这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 当作女币对待了 这风采 实在是我被男儿之表率 天下群雄之楷模 黄乾峻惊叹 也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高山扬指 什么叫调教友方 一日一早 武林侯陈征 张义任带着一众年轻人 从清河建府出发 静值前往桌安小区 侯爷是要带我等去哪里 路上 黎默云忍不住问身边的同伴 据说是要去和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辞别 至于其他的 我也不清楚 一名鹦鹉少年低声开口 能让侯爷亲自去辞别 那该是何等存在 一定是云河郡城中的顶尖大佬 那些年轻人约目七八个 皆是被陈征选中的好苗子 此次将和他一起前往血涂腰山 大人物 黎默云心中暗道 这云河郡城中 除了四大顶尖势力的掌权者 怕是没人能当得起侯爷亲自辞行了 这一次前往清甲军 我定要站稳脚步 争取混出个人样出来 以后当在返回云河郡城时 那些个权贵人物 谁还敢小觑我 你好暗自发寒 对未来充满期待 女子从军虽极其少见 可这正能衬托出我的不凡 也最容易得到那些大人物的注意 凭我的手段 何愁接交不到军争大佬 正所谓天高任鸟飞 有了这次机会 我南影的命运也将由此而改变 南影内心愁愁满志 这次被武林侯陈征选中的清和剑府那门弟子只有八人 而他则是唯一的一名女子 对他们这些班学境人物而言 以后想要在武道上走得更高 只有两种抉择 要么通过筛选和考验加入天元学功修行 要么就是从军入武 原因很简单 清和剑府虽强大 可却欠缺剧气境的修炼法门和资源 故而 当修为真治班学境后期时 谁都得考虑以后的前程了 对李莫云 尼浩 南影他们而言 此次能被武林侯陈征选中 这不已就等于是逾越龙门 有了在武道上更进一步的机会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53章 自别 原家 父亲 今天皇兄弟就要从军入武 孩儿去送一程 原落与公生道 拿一些礼物 无 你去宗族宝库挑一些好宝贝 东西虽然是给那皇前骏的 可更重要的是给苏先生看的 绝不能马虎了 由此也能体现一下咱们原家的心意 原武通做出决断 好 原落与痛快答应 原武通忍哼 道 昨晚你在浪淘沙的花销可不小 这次看在苏先生的面子上 我便不与你计较 但你小子最好赶紧给我滚回赤林军 多谢父亲手下留情 原落与暗松一口气 眉开眼笑 屁颠屁颠离开了 父亲 我也去 一侧的原落西也起身 都不问原武通是否同意 兴冲冲就离开了 原武通一阵无奈 果然 女大不中留啊 卓安小区 张一任上前轻轻叩门 开门的却不是黄前骏 而是一个轻艳绝俗的女子 虽只穿着一席不群精钗 素面朝天 不加修饰 却难掩其资荣的娇美和严厉 查紧姑娘 张一任吃了一惊 当初在楼船上时 他就见过这位 风姿绝代的一记一面 却不曾想 他会出现在朱安小区 李莫云 尼昊他们这些年轻人 也都愣神 被查紧那堪称 绝色的滋容惊艳道 不少人甚至自残行贿 不敢与之对视 男影内心也一阵感叹 作为女人 她都有些嫉妒 对方身上那一种绝俗之美 思来想去 整个青壳剑斧上下 似乎也只有文灵 雪一人可与之平分秋色 查紧微微一幅 声音完全叮咚 切身见过张大人 敢问你们是要来 拜访我家公子 一些男子大呼吃不消 这声音 这气质 这滋容 简直绝了 陈征都不免露出一色 心到这位苏小友 可硬是了得 竟收了这样一个妙人为事 对 我们正是来拜访苏公子的 张一任点头 这时候 黄千俊以闻讯而来 笑着邀请 侯爷 张大人 快快有请 张一任皱眉道 黄兄弟 你眼窝发黑 气虚孱强弱 这是怎么了 啊 没什么 黄千俊动感尴尬 忽地 他注意到一些熟悉的面旁 眉头一皱 李莫云 怎么是你 李莫云早已看到黄千俊 内心也错愕无比 尤其当看到他和张一任谈笑风声时 心中简直掀起惊涛骇浪 差点都不敢相信眼镜 约 还有你们 黄千俊又看到了倪浩河南影 眼神都变得有些古怪 倪浩河南影也都愣住 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再来之前 他们都不禁揣测 能让侯爷亲自辞别的会是何方神圣 那曾想 却竟见到了黄千俊 他们哪会忘了 当初在枫原寨第九层山河殿 这姓黄的一直陪在苏裔身边 换而言之 看到黄千俊那一刻 已让你好河南影瞬间就猜出 侯爷要拜见的人是谁了 一时间 他们内心也难以淡定 神色变得无比精彩 黄兄弟也认得他们 张一任忍不住道 这是自然 老相识了 黄千俊笑呵呵道 张一任也笑了 那感情好 他们这次也将和侯爷一起返回血涂腰山 你们既然认识 倒是可以多亲近亲近 交谈时 众人已走进了庭院 几乎是同时 苏裔从自己房间湿湿然走出 一袭青袍 头盘倒计 清爽利落 淡然出尘 果然是他 你好河南影街唇中发苦 说不出的失落 之前 能够被武林侯陈征选中 还让他们自愁愁满志 自以为从此以后天高任鸟飞 足可大展报复 谁曾想 和他们同龄的苏裔 却早已甩开他们一大截 站在了足以让武林侯都亲自来见的高度 如此对比 落差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李莫云悄然攥紧了双手 内心也一阵黯然 当初 他曾是文家这个坠绪如无物 完全不当回事 可如今 对方都已成长为让他只能仰望的大人物 望尘莫及 其他年轻人也都神色复杂 陆续认出了苏裔的身份 只觉世事之荒唐 该莫如此了 毕竟一年前苏裔还是修为尽尸的企图 而如今 他已让武林侯陈征亲自登门辞别 苏公子 陈谋是来辞别的 待会就会前往城外码头 乘船返回血涂腰山 陈征上前 笑着拱手 苏裔点了点头 翻手取出一柄零件 递给黄乾俊 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把剑你收着 剑体泛着淡淡紫色 正是杀死南文相后 从其手中遗落的明剑应子 由大舟玉京城炼剑大师柴英亲自铸造 看到此剑 插紧眼神一样 而李莫云他们则都待置在那 谁能认不出 苏裔随手送出的便是一柄超凡灵剑 苏哥 我 黄乾俊眼眶泛红 真正离别时 心中难免不舍和低落 可不等他开口 苏裔已打断道 我最见不到大好男儿惺惺作态 不必扯淡 黄乾俊了了一声 陈征和张一任都不禁笑起来 黄兄弟 我和妹妹来为你送行了 庭院外 响起袁洛宇豪迈的声音 就见他和袁洛西 迈步走了进来 当看到庭院中的陈征时 袁洛宇先是一呆 玄疾连忙上前见礼 晚辈袁洛宇 见过侯爷 陈征点了点头 道 你知道你 袁武通的次子 申九松挥下赤林军的万夫长 听说申九松都在你赤林虎奔 王侯之才 怎样 有没有兴趣来我清甲军任职 袁洛宇正了一下 道 这是晚未可做不了主 你以后有兴趣 可随时来找我 陈征道 袁洛宇笑着答应 而后 他将一个玉盒递给黄前军 道 这是千林甲 黄兄弟拿着 就当我的一些心意 千林甲 陈征亚然道 你父亲可真购下血本的 这样一箭甲咒 万金不换 足可抵挡聚气境人物的权力一击 他心中明白 这宝物语气说是送给黄前军的 不如说是呈出来给苏义看的 归根到底 黄前军的面子 还不够让袁武东下这等大的血本 黄前军初开始还没当回事 文言不由心中一阵 感叹道 袁少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不远出 李莫云 你好 难以他们见此 内心都愈发不是自卫 想当年 李莫云是广陵城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而黄前军则是城中的一名顽固恶少 谁曾想 时过境迁后 彼此的身份已截然不同 而对尼浩 难以而言 则都很清楚 黄前军是沾了苏义的光 才会被这般重视 这让他们甚至都不免有些嫉妒 黄前军的好运了 没多久 陈征便告辞离去 让李莫云 尼浩 难以他们松口气的是 苏义并未和他们计较以前的那些恩怨 可让他们苦涩和失落的 也在于此了 不计较 或许只因为在苏义眼中 怕是已经视他们如无物 彼此如天壤之别 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目送黄前军和陈征 张一任一行离开 苏义折身返回了庭院中 苏先生 我最近也要返回赤林军效命了 以后您若前往滚州城 请务必给我一个请您吃酒的机会 袁洛宇轻声道 像昨晚那样吃花酒吗 袁洛西冷亨 瞪了自己那风流成性的二哥一眼 袁洛宇顿时有点尴尬 插紧神色也未未有些一样 唯独苏义老神在在 端着茶盏清戳了一口 道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苏先生 您最近是不是也打算离开云和郡城 袁洛西忍不住问 不错 苏义点头 他那巨器竟修为一只 无法实现诸教成灵 若一直待在这云和郡城 注定不可能找到突破的契机 袁洛西忍不住问 您打算去哪里 茶监也不禁竖起耳朵 还不好说 苏义摇头 他就是要离开 起码也得先去见一见文灵学 得知这个答案 袁洛西不免有些失望 道 苏先生 等三月初三我父亲的寿宴结束 我也会前往天元学宫修行 也不知以后是否还能和先生相见了 去天元学宫修行 苏义一正 道 若如此说 你我还真有可能再相见 袁洛西一席 翠生道 苏先生以后莫非会前往天元学宫 不错 苏义点头 他可不会忘了自己那个名义上的妻子 当然还有魏征阳这个宗族子弟 不把这事托给自己戴绿帽的小子收拾了 总让人心中隔应的慌 没多久 袁洛宇兄妹便告辞而去 苏义则静止返回房间 一如从前那般修炼起来 修为暂时无法偷破 却可以修炼的画自在经锤炼神魂之力 查紧孤零零一个人住宿在那片刻 默默拿起了造帚开始清扫庭院中的落叶和花瓣 与此同时 清和剑府 主姑卿收起目光 却美玉容上浮现一抹满意之色 道 不错 以你的资质和财情 早可以进入天元学宫修行了 闻灵雪宫申道 前辈谬赞了 主姑卿轻声道 我已答应你姐姐 此次返回天元学宫时 会带你一起 你去收拾一下 我们待会便启程离开 闻灵雪灯时正主 马上就离开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154章 三个女人一台戏 闻灵雪清晨起床后 本来精心梳装过 打算上午前去找苏裔蹭饭 可竹骨青的决定 却让他有些为难 想了想 他低声道 前辈 临走前能否让我去见一个人 竹骨青点头道 对你而言 现在就启程离开 的确有些仓促 你要去见谁 我和你一起 这 闻灵雪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很快 他就收拾妥当 竹骨青道 对了 你不必担心 青和剑府不放人 我已经跟木仓图见过面 说过你的事情 我对青和剑府 没什么好留恋的 我要见的人 也不在这里 闻灵雪 琴手青摇 他才刚进入 青和剑府 修行不久 这里的人 何时对他而言 就像流水扶平 既然这样 我们去见了 你要见的人 然后就启程离开 如何 竹骨青晨淫道 闻灵雪 点了点头 一想到 就要和姐夫分别 他如远山般的带眉 就泛起一丝愁色 旋即 他强自打起精神 心中暗道 不能让姐夫 看到我很不高兴 这会让他担心的 走出青和剑府 竹骨青眼见 闻灵雪 有些心虚不宁 若有所思道 灵雪 你要见的 莫非是心上人 闻灵雪 俏脸微红 道 前辈 我是去见姐夫 竹骨青震了一下 道 就是那个入赘 你们文家的年轻人 正是 闻灵雪轻声道 姐夫待我极好 如今他也在 云河俊城 声音都变得温柔一些 竹骨青眉头微皱 与其已戴上一丝责备 道 不是说他修为尽尸 早已成了个废人 且他身为坠绪 地位何等之微末 连你姐姐如今都一心 要解除这一桩 屈辱无比的婚事 你怎还能和他交好 闻灵雪一呆 敏锐察觉到 竹骨青对苏伊存在偏见 不禁道 前辈 我姐夫为人极好的 并且他修为已恢复过来 再不是从前的废人了 听到闻灵雪为苏伊辩护 竹骨青不由轻叹 道 也不知你是不是喝了那苏伊的迷魂汤 怎会帮他说话 他觉美清冷的容颜变得认真 道 灵雪 作为长辈 我得提醒你一声 现实是残酷的 你姐姐早已和苏伊学火不容 你应该做的 不是同情和怜悯苏伊 而是和他划清界限 不等闻灵雪开口 他眉目间带着一丝淡漠 继续道 更何况 他即便修为恢复又如何 此生终究也不可能和你姐姐相提并论 而你马上就将成为天元雪宫传人 身份和地位 也早不是那苏伊可比 你若让他纠缠住 只会害了你自己 听完 闻灵雪内心呼得涌起 说不出的愤怒 语气也变得冷淡 道 前辈 这是您的看法 但却不是我的看法 竹孤青一正 似没想到闻灵雪这看起来乖顺美丽的少女 去竟敢顶嘴 旋即 他不禁玩耳 柔声道 你还小 不知人心险恶 生气也可以理解 不过以后 你就会明白 我这是为你好 闻灵雪迷嘴不语 竹孤青轻轻拍了拍少女的肩膀 道 行了 别生气 我陪你一起去见见他 说起来我也只听你姐姐偶尔提过他 至于他究竟什么模样和性格 也并不真正了解 闻灵雪心情这才好不少 道 前辈 等您见了我姐夫 肯定会改变一些看法的 是吗 那我可真有点期待了 竹孤青不以为然 语气也有些敷衍 对他这等宗师级人物而言 除非极为惊艳绝俗之辈 否则 还真没多少年轻人能入得了他的发言 闻灵雪也不再多言 他呼地想起姐夫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地位越高 力量越强 往往意味着越固执 越自以为是 待人皆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 如今想来 果然如此 竹孤青堂堂天元学宫的长老 明镇云何俊的武道宗师 在广陵城所有人眼中 简直和天上神龙般 需要去仰视 可他对待姐夫的态度 何尝不是一种固执和偏见的表现 以后 我可千万不能变成这样了 闻灵雪暗自嘀咕 两人不行 一路上不知吸引多少目光 闻灵雪本就亮丽清美 灵秀明镜 才进入清河建府没多久 就被冠上第一美人的称号 而竹孤青则更有愿味 白发如雪 轻眸如冰 看似二十出头般 一身肃静淡雅的长裙 平天三分出身绝俗之气 这样一大一小两个爵士 美人比肩而行 一路上所造成的轰动 也就可想而知 若不是竹孤青身上的气息 过于寒冷和涉人 怕是早有不知多少人 上前搭讪了 只是随着渐渐接近葫芦巷子 看着那似曾相识的熟悉景象 竹孤青不禁皱眉 回忆起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 你姐夫住在哪里 竹孤青忍不住问 前边的葫芦巷子 闻灵雪一指前边 还真是葫芦巷子 竹孤青欲容微变 昨天时候 他可在这里差点被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气死 前辈您这是怎么了 闻灵雪敏月察觉到 竹孤青心血似有些不对劲 没什么 竹孤青安那下心中的烦躁 摇了摇头 他自不会把昨天的事情说出来 那简直就是字节伤疤 直直跟着闻灵雪走进葫芦巷子 随着一步步接近桌安小居的位置 竹孤青心中不可一致地浮现出一抹不好的预感 他禁不住道 灵雪 你跟我说说你姐夫长什么模样 外表有什么特征 闻灵雪声音清脆道 马上就到姐夫家了 前辈一看就知道了 竹孤青心口一阵郁闷 却也不好再追问 肯定不是那小子 否则 以他的手段 那可能会屈辱的入赘为序 更何况 若真是嫁给这样的少年 灵昭应当不至于那般抵触和排斥才对 竹孤青暗自宽慰自己 而此时 闻灵雪已不乏轻快地走上前 扣响了桌安小居的庭院大门 咚咚咚 狠轻地敲门声而已 可听在竹孤青耳中 却只似惊雷般在心中炸开 整个人郊区为疆 雪美清冷的玉蓉都变了 竟真的是那家伙住的地方 他彻底意识到了不妙 只呀 房门开启 门内的茶锦和门外文灵雪都愣了一下 文灵雪差点已为自己来错地方了 茶锦则暗自吃惊 眼前这少女未免也太漂亮了 名谋好持 明媚灵秀 那身上的青春亮丽气息 让她身为女人都感到眼前一亮 格外动人 姑娘是来找谁的 茶锦微笑开口 找我姐夫 文灵雪说着 兴谋朝庭院中看去 景色还是那等景色 却没看到熟悉的黄乾俊 方小峰等人 自然也没看到苏伊 你姐夫 查锦一正 笑道 敢问姑娘的姐夫是谁 是我 就在此时 庭院师界上的房门开启 一道俊拔的身影已大波走了出来 文灵雪灯时没开眼笑 挥手道 姐夫 我还以为找错地方了呢 哼 而听到苏伊的回答声 只死而盼响彻一道霹雳 让竹谷清内心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粉碎 净 净真的是那家伙 这怎可能 一个入坠的卑微之辈 怎可能拥有击杀宗师之力 且还能和武林侯谈笑自如 主公清蒙了 与此同时 查锦也不由错愕 苏伊既然是这少女的姐夫 那岂不是意味着 苏伊早已成婚了 想到这 查锦心中莫名有些酸涩复杂 地方会错 人不会 苏伊笑问 少女今日明显精心梳妆过 愈发灵动明媚 一袭浅绿色长裙 勾勒出修长曼妙的身段 不过 当苏伊目光一批看到竹谷清时 不禁飘没道 你怎地又来了 言辞毫不客气 查锦也从内心那幽暗微妙的情绪中清醒 察觉到了不远处竹谷清的存在 一对美眸骤然一明 这又是谁 今天这是怎么了 陆续又堪称绝代的女子登门来找 而听到苏伊那略带差异和冷淡的话 竹谷清直觉内心仿似又遭受到挑衅 笑脸变得冰冷至极 道 我倒是没想到 原来你就是文家纳的坠序 话语带着讽刺 苏伊笑起来 道 坠序又如何 别以为你是文灵昭的师尊 我就不敢对你不客气 不信你可以再挑衅一下事实 文灵学敏锐察觉到了不对劲 忍不住道 姐夫 你和竹前辈以前见过 竹谷清心中咯噔一声 担心苏伊把昨天的事情说出 强先道 灵学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人恩怨 与你无关 莫要卷进来 话虽这般说 文灵学却隐隐感觉 竹谷清神色不自在 似有些心虚的感觉 姐夫究竟把这位前辈怎么了 让他都羞于提起这件事 文灵学心中愈发好奇了 你此话倒是说的不错 你我之间的事情 若让灵学卷进来 我保证你会为此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 苏伊淡然道 你 竹谷清玉荣 清白交加 气得亲谋中都是怒火 这家伙竟一点都不知什么叫尊重长辈 未免也在放肆 不远处 查景看着苏伊和竹谷清神风相对 眼神微微变得异样起来 他怎么看怎么感觉 这就像是一对情侣之间在吵架 还都排斥让其他人卷入到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中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55章 多情自古伤离别 查景 还不去泡茶 苏伊呼地察觉到 查景似在看热闹 魂没有一个侍女的觉悟 不由轻视了一生 啊 我 查景心争发景 黄芒去了 苏伊这才将目光重新看向卓国精 神色平淡到 以你的身份 相信此次前来也不是闹事的 进来喝茶吧 卓国精正了正 心中冷亨 也对 以自己的身份 跟他一个年轻人计较什么 那也显得自己太没气量 同一时间 苏伊笑着揉了揉文灵雪的脑袋 语气揉合道 进来说话 别站在外边 文灵雪甜甜一笑 恩了一声 聊聊三句话 面对三个姿色阶级出众的女人时 却展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 对查景是训斥和敲打 对周国精是以退为进 展现大度的同时 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对文灵雪则没那么多想法 完全是来自内心的疼爱 妙的是 一下子就化解了刚才那有些紧绷的气氛 对苏伊而言 只要他想 解决这种小场面 完全就是驾轻就熟 游刃有余 庭院内 看着查景手忙脚乱的烧水烹茶 文灵雪不禁笑出来 道 姐姐 还是让我来吧 说着 一手脚麻利的忙活起来 看着少女那靓丽的沁影 干净利索的坐着那些烧水 洗茶 烹茶的事情 查景内心都不免羞愧 自己以前是不是真的太不堪了 卓国精随意坐在一个圆形石凳上 一群包裹的屯勾勒出饱满的弧形 他一语不发 神色清冷孤俏 实则却如坐针毡 毕竟 昨天才在这里和苏伊发生过冲突和争执 更差点被气得吐血 而今天却是自己主动找来 这滋味 让他内心也颇有些休脑 早知如此 就不该跟着灵雪这丫头前来 唯独苏伊一态悠闲地躺在凉亭的藤衣中 心中暗存 等离开云河郡城的时候 也得把这张藤衣带着 这样无论在何地 随时都能躺下来 查景低着琴手 立在一侧 善善不语 身为侍女 却没能烹茶待客 又被苏伊刚才训斥了一句 让他也是满心的不自在 很快 文灵雪为大家各蒸了一杯茶 自己则坐在苏伊一侧 翠生道 姐夫 小风哥和小然妹妹他们的 苏伊随口道 这些天 我这里发生了些危险的事情 虽然我不在乎 可却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安危 所以就把他们托付给别人了 文灵雪吃惊道 什么危险的事情 一句话 让竹姑青和查景齐齐心中意紧 查景曾带南文向前来 结果南文向这位武道宗师死在这里 连他也差点遭殃 竹姑青也曾杀来 却因为误会 差点被苏伊欺昏头 总之 都谈不上好事 若真说出来 难免会让他们都尴尬和下不来台 都已经过去了 苏伊确实懒得花费口舌去赘述这些事情 小呵呵打量着文灵雪 若有所思 你呢 今日打扮这么漂亮找我何事 我 一提到此案目的 文灵雪当时愁眉不展 不远处的竹姑青冷冷道 今天灵雪会和我一起前往天元学宫修行 他是来跟你辞别的 苏伊一正 脸上笑容变得冷淡下来 他哪会不明白 竹姑青这种人 怕是根本不会主动跑到云河郡城收徒 那么答案就很清楚了 这是来自文灵昭的安排 文灵雪递着琴手 语气柔和道 姐夫 你别多想 我只是去修行而已 更何况 有前辈和姐姐照顾我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苏伊沉默片刻 呼地笑道 也好 等以后我去滚州城了 便去找你 文灵雪灯时松了口气 一般道 恩 苏伊想了想 说道 好 待会我送你一场 竹姑青刚想拒绝 可一想到这小子那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 顿时忍住了 半个时辰后 城外码头前 苏伊目送文灵雪和竹姑青所坐的一艘客船渐渐远去 心中不由泛起一丝怅然 连灵雪也走了 那这云河郡城又有什么可留的 茶锦察觉到了苏伊心绪寺有些低落 不禁暗自一惊 这家伙该不会看上了他小姨子吧 不过话说回来 文灵雪确实是一个极出色的美人 那等灵秀明媚的风姿 实属世间少有 就是不知道 他姐姐又该有多好看了 正子私存时 苏伊早已转身而去 见此 茶锦连忙跟上 一步一驱 灵雪 我和苏伊之间的私人恩怨 莫要和你姐姐提起 大沧江上 鹤船中 竹姑青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了 他若知道 怕是会生出许多风波 文灵雪忍不住道 前辈 你和我姐夫究竟怎么了 竹姑青摇头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说吧 他心中一叹 最初时 他还以为苏伊 只是一个文家坠叙 不值一审 还提醒文灵雪少 和对方接触 不曾想 这文家坠叙 确定就是 朱安小居那少年 这让竹姑青 此刻面对文灵雪时 心中都不免有些尴尬 又有些羞恼 这小子难道是 自己的克星不成 每次见面 都让自己 憋一肚子的气 前辈 您放心 我不会跟姐姐说的 文灵雪轻声道 我虽不清楚 您和我姐夫之间 发生了什么 但我敢保证 姐夫他肯定不是坏人 竹姑青 正正片刻 呼地问道 像他这种人 当初为何会入赘 你们家 啊 这我就不清楚了 文灵雪摇头 一个修为尽尸的家伙 确静摇身一变 化作了一个强大 知己的高手 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竹姑青触美 对了 这件事你也先别告诉你姐姐 这是为何 文灵雪正然 竹姑青悠悠一叹 道 我怕他承受不住打击 你还不知道吗 你姐姐性情高解清朗 骨子里也极其之傲 他本就无比排斥这桩婚事 若让他知道 你那姐夫如今早不是当初可比 他心中该做何敢想 文灵雪漠然片刻 忍不住道 可这件事终究瞒不了一辈子的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你姐姐现在一心修行 正是修为突破提升的绝佳时期 容不得被这些事情耽搁 竹姑青认真说道 在来云和俊争前 他已帮文灵昭争取了一个前往云郎山秘境试炼的名额 一个月后 当云郎山秘境开启 以文灵昭的自治 若是运气好 即有希望一举把一身力量彻底锤炼为钢器 如此 就等于诸就了最雄厚的根基 以后必可轻松迈入宗师之境 文灵雪撇嘴 轻叹道 越长大 怎么感觉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竹姑青不禁玩耳 这就是成长 穆大人 此次前往滚州 若一切顺利 足可让你再进一步 就此成为一州之地的封疆大吏 城外码头上 一群人出现 赫然正是周知里一行人 也得多谢六殿下的栽培 雍和郡郡守 墓中亭笑着拱手 周知里肃然道 现在说这些还早 半个月后 在滚州城中即将召开的茶话会 才是最关键的 无论是我 还是穆大人你 可都不能大意了 滚州茶话会 墓中亭心中一领 默默点头 原本我此次前来云和郡城 还打算将秦文渊收览到身边笑命 谁曾想 这老小子太倒霉了 直接就被苏公子杀了 周知里有些遗憾道 墓中听到 秦文渊本就是二殿下的得力干将 他死了 也谈不上是什么坏事 顿了顿 他迟疑道 六殿下 老朽都胆说一句 为何不把苏公子招揽到身边 以他那折仙般的手段 若是能够辅佐殿下 何出大事不成 周知里无奈叹息道 你也说了 他人如折仙 岂可能会甘心为我所用 目中听证了证 道 殿下不必为此气馁 须知 殿下已和苏公子成为朋友 且连续两次为他收拾残局 相信他心中必然也是领情的 以后殿下真遇到几手麻烦 苏公子焉可能袖手旁观 周知里昌吐一口浊气 道 或许吧 说完没有 不远处 清金冷然开口 周知里连忙笑着上前 道 师叔莫慌 等船来了 我们就立刻启程 那晚在浪淘沙挨了苏宇一巴掌后 清金就像变了一个人 冷冰冰不说话 且脾气极差 这让周知里一阵头大 清金略以沉默 冷不丁说道 我师尊回信说 三天后 会派人前往滚州城 在那一场茶话会上 为你助阵 周知里灯时精神一阵 袭上梅梢 道 师叔 敢问是那位高人前来助我 清金冷然 到时候见了不就知道了 周知里语色 但内心已愁愁满志 由清金师叔的师门高人助阵 此次滚州之行 何出大事不成 轻轻辟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道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向天秋可不会乖乖把手中拳柄拱手相让 以他的城府 怕是早已察觉到苗头不对 做足了准备 向天秋 滚州总督 坐镇大州六州之一的封江大力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杜ора